敬禮良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法皇卡瓦塔 徒登大福上尊 敬禅禅神上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还有各位同伴 六度堂的堂主 跟所有的女士 大家午安 他们有寝室的事项 六度堂有寝室的事项 师尊曾说 六度堂有见雷藏寺的因缘 四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本寝师尊家族 见六度雷藏寺的因缘 早日圆满 这是祈求加持的 那么我就先加持一下 好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已经加持过 第二个问题 求师佛灌顶向用 一个是煎熬帝神灌顶 一个是红财神灌顶 这两个灌顶都跟财有关 红财神本身就是财神 那么 煎熬帝神呢 因为 我们晓得 在海 是以龙王 是财神 在大地 是煎熬帝神 是财神 那么 还有呢 在撒那 以三神为财神 在天上 四大天王 是财神 那 这两个都是财神灌顶 那 六度堂 我以前来的时候 也是 也是这样一样 同样的地方啊 可见 您这个财神还是没有到 哈哈哈哈 可以 另外 五十堂 Part 6次财神 好 四十堂 这就是财神啦 好 四十堂 这就是财神啊 在财方面是很严满 但是师尊把这个财 也看成空 不一定要执着这些钱 所以这些像那个 这个生缘如反悲行 就是如生缘故事基金会 其实创立的基金 全部都是师尊的钱投进去 所以生缘如反悲行里面的 这个里面最大的 这个可以讲 我们讲一般的做生意的古论 是师尊出的钱最多 因为这个赞免佛 这个基金会成立 这个钱放进去是拿不出来的 也就是你这个钱放到基金会里面 就不会变成私人的 就不是私人的 永远都是属于这个基金会的 那么基金会在哪里 就能够出来应用作为不私用的 所以基金会里面的钱是不能私用的 所以放进去以为还是自己的 其实是自己的 那个只是只能够放进去 拿出来用的 只能作为不私用的 所以叫做生缘如反悲行 那我们本来我们的意思是想说 我一次放一百万美金 进去这个无声宴富士基金会 但是正整的规定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你如果放的钱太多 就会变成由你来控制这个鼓困 控制这个操纵这个故事 所以他规定这个里面的 好像是说创立的人 一次只能做十万二十万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十万二十万 免金这样子一直放进去 所以师尊本身一生啊 一直供养的权 也等于是放到这个无声宴富士基金会里面 所以这个生缘如反悲行 也是希望啊 大家能够这个有钱的 也能够支持啊 这个生缘如反悲行 他等于将来呢 就是大福金刚啊 在做故事用的 在做故事用的 那将来呢 也会有这个 帮助这个平土的儿童求学的费用 那么照顾这个身体的健康 因为健康啊 是一切的基础 没有身体的健康 什么都不要谈 没有身体健康啊 就什么都不要谈 那么你要在这个社会上啊 能够站立起来 能够救助众生 这个学问也是很重要的 学问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帮助这个 这个学生啊 读书 就是清函奖学金啊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们家里的钱也是清函啊 我们家里的钱也是没什么钱 那 师尊在高中的时候啊 拿的不是第一名 那领到那个 人家里的家间水泥公司的清函奖学金 就是家间水泥公司的清函奖学金 那一直心中就一直在想的 从来没有忘掉 家间水泥公司的清函奖学金 可见我们帮助这个 这个小孩子读书也是很重要的 他心中始终会应念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钱 那么他拿过讲学金 成长了以后呢 他会也一样了 他也会做这样的故事 像师父以前拿过加金整理公司的清涵奖学金 那么现在同样做深淵入版本 以帮助所有没有钱的读书的血统 能够有钱去读书 这个就是一种回报 那就是在想到钱过去 那么现在自己要做什么 我们觉得啊 这个像这个 红柴神啊 边劳地神 其实 你要求得这个福 求福啊 人间的这个福报啊 要求得人间的福报啊 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自己的心量一定要大大 个人的心量大大 他的福报会大大 心量小的福报会小的 所以心量一定要大大 你看那个有钱的大老板啊 你看那个有钱的大老板啊 他的这个脸像 有钱的人的脸像 他就是你看这个人有没有钱是财 财主是不是财主 是不是财主 有时候是看脸像可以看出来 看脸像可以看出来 好 绝对不会是 感应很厉害 这一定是磁场很强啊 磁场很强啊 磁场很强啊 情报好多啊 情报好多啊 刚刚我下车的时候看到有一位这个 有一個幫我開車門的那一位,是哪一位? 他立場 他是做他的 做他立場 我看他的面相 就是比較有的面相 那你到底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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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一坐小車看 這個人很像有一點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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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很像有一點 我說奇怪啊 那六度堂的這個 雷浪是怎麼會蓋不起來的嗎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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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進來看到所有的人面相 一個一個都是苦瓜 六度堂 要花心大一點吧 是他找的 也是他找的 對 他做黃帝堂 哦 應該講起來是他花心出來 是不是 六度堂 他就是 他做黃帝堂的設計 他就說 就給 六度堂來用 就對了 他是 六度堂買的來 他就是 中介 他是中介 現在我問你 你到底有沒有 有 謝謝市政家子 有 要講有 對啊 所以花心要大一點 因為我一進來 我只看到你的面相不錯 對不對 一進來 看到 這個人面相不錯 是有的那一方面的人 然後 進到裡面來 再看到 所有人的面相 都是 無的那一邊的人 啊 啊 一個一個人喔 都說 QQ 你看 那個喔 唉 說一個 那個 就是 像我以前 我以前也很窮的時候 真的 我們每次跟他講話 都跟他說 那個 那個 散到臉開 就有 那 散到臉開 就 都會怕 對不對 我一進來 看大家的面相 哎呀 糟糕 怎麼搞的 那個 那個修 還要範頂監牢 地神 還要洪財神 都是要求福 多持一些咒 持一些咒很重要 觀想這個 財神駐底 多持一些咒 那洪財神的鼻子啊 要經常去摸它 因為你一摸 紅財神的這個鼻子 拿著金剛 觸 觸它的頂 摸 紅財神的鼻子 摸一下 它那個鼻子 就會 吐出這個珍寶 吐出珍寶 這是一個要訣啊 你觀想的時候 就是要這樣子觀想 不是有講嗎 用這個金剛觸 觸它的頂 然後練 紅財神的心臟 再用手摸它的鼻子 那鼻子呢 它會吐出這個 所有的需要的珍寶 你要防止就防止 要雷葬事就雷葬事 要土地就有土地 要有車子就有車子 要有金銀珠寶就有金銀珠寶 要這樣子才可以啊 那你們也要修財神法 不能只是灌頂而已 你既然灌頂的紅財神 就知道要知道怎麼修紅財神 監勞地神就知道 什麼是監勞地神 當初我去美國的時候啊 我剛剛去美國住在巴拉 住巴拉的時候 那一棟房子啊 是自己的錢買的 是我自己的錢買的 是八萬塊錢美金 現在是多少錢 兩百四十萬啊 兩百四十萬啊 你很會算數耶 那你稍微想 那個是財神啊 這個兩百四十萬台幣 買來一個那個八萬塊錢的房子 半年來一個收入都沒有 我在美國第一次寫文章拿到稿費 是四塊錢美金 四塊錢美金很高興 是買了兩塊錢的牛奶 買了幾個蛋啊 買了幾個蛋啊 跟買了一條麵包 然後啊 帶走這個佛親 佛企跟師母 到了那個一個地方 到了那個山 那裡去郊遊 把那四塊錢美金給他花掉 我們的湯 是在那個 卡比塔克 那裡有一個叫卡比塔克 卡比塔克的湖邊 那個海邊 去找那個海帶 去那裡去採海帶 然後煮成的海帶湯 吃海帶湯 然後我們去到巴拉的時候啊 去買了食物 到那個拉比 那個叫拉比 拉比 那個叫拉比 拉比的那個 SUPERMARKET 拉比的SUPERMARKET 他們後面有一個倉庫 就是過期的 所有的水果 蔬菜 食物 全部堆在那裡 準備呢 準備呢送回這個 鹽廠啊 或者是送 給他送回去的 我們去買那個來吃 有半年的時間 我完全沒有收入 只有收入就是 稿費四塊錢 拿到西華報的稿費四塊錢的時候 我還跳起來 終於有賺到四塊錢 那個時候 我的生活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有跟佛菩薩講 跟搖子精靈講 我都沒有了 來到美國什麼都沒有 所有的錢 全部買了這個房子 我現在想要都沒有 剩下一點錢 就是買人家那個 過期的食物來吃 然後 煮那個海邊採來的海帶來吃 那時候我也很窮困 但是我修法非常的虔誠 修法非常的堅定 整整半年 整整在巴拉住了三年 天天都在修法 天天都在修法 都在替光 我告訴你喔 下寫天 不開心的只有我們 到那個second hand的商店 去買什麼呢 那一條毛毯 差不多一塊錢 一條毛毯才一塊錢 一條毛毯才一塊錢 那佛親佛旗師母都說天氣很冷 我說沒有關係啊 你就補個毛毯 一塊錢的毛毯多多多多多錢 沒有heater的 下寫天 結冰都沒有heater 都沒有開heater 就只有我們 吃的是什麼 人家過期吃勝的 穿的是什麼 最後一道 下寫天 走路了到超市 那如果還沒有車 走路到超市 買太多 住的就是八萬塊錢的那個很大 那麼已經七十年的老房子 七十年的老房子 師尊也是沒有錢 但是我修財神 看到彌勒菩薩拿著布袋來 說我什麼都沒有 彌勒菩薩把布袋打開 裡面有房子 有車子 有天堡 有所有的衣服 有所有的掛官 有很多的東西 全部從布袋裡面出來 漸漸的有很多的地址來 我半年以後開始寫文章 從美國寫文章寄回台灣、台中 台灣日報寶 每寫一則報導出來 三百塊台幣 我賺的就是這種錢 三百塊台幣 發表一天能幹三百塊 三百塊等了多少 美金啊 啊 美金十塊錢啊 就是用這樣子度日啊 今天會把生活中 創辦得這麼大 有那麼多的雷障 是因為修法 所以要精進了 今天告訴大家要精進 我在那邊閉關三年 修法三門 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 我拜了一個師父 就是殺家陣風上去 在Green Lake碰到的 我喜歡游泳 我到Green Lake 穿游泳服去游泳 在Green Lake游泳 在湖裡面游泳 不用錢 那時候不用錢 在湖裡面游泳不用錢 那麽你修法 能夠成功 殺家陣風上師教你 教你這些法 他就是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 他就是在西亞庭 他就住在殺家庭 那有一個殺家庭 以後他就回到西藏去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修法一定要精進 一定要專業 你才能夠轉 窮困為戶 那三年以後 才搬到現在的雷門 才蓋來 這個西亞庭回到此 才有很多的這個 好像是說信眾的 開始拒絕 所以要精進 不能像一個故事裡面講的 所以有一個人 考數學 有一個小人 考數學 回來 他爸爸問說 你考幾分 他說我考三十分 好 考三十分 打你三十分 打你三十下 就打索心 打三十下 他爸爸問說 你下次要考幾分 他就講我一分也不要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子 要考一百分 要精進到一百分 修行修到一百分的時候 就一定有奇蹟出現 就一定有奇蹟出現 我那時候我修行很精進 我在巴納 林仙德 閉關三門 通通在修房 我修到最後 我說我什麼都沒有 我怎麼辦 你又求大 你又求大 來下降 打開布袋給我看 你將來有這些東西 我也不求人啊 我不求什麼人呢 我真的有很多人 我現在變成朋友 所以我才做來一個 盧森宴護士基金 那時候我也看到很多這個七針八寶啊 很多七針八寶啊 哇 飛到師軍那邊 我說真的有嗎 我真的 真的會有這些嗎 彌勒佛大跟他講說 你會有 因為你修法一百分 所以師軍啊 在西亞圖 也有彩虹山莊那麼漂亮的房子 對不對 彩虹山莊那麼漂亮的房子 那我以前也開過勞士賴神 台灣 你在雲林 這邊有人有勞士賴神 雲林 黑夜婚禮 有嗎 我還有便利 有勞士賴子便利 這種車是最好的啊 對不對 勞士賴子便利 我開過那種車啊 有彩虹山莊那麼好的房子啊 那麼吃現在呢 共養 我今天這一次回來啊 每個人都要共養吃飯 排都沒辦法排 沒辦法排啊 排不下去啊 因為大家都要共養吃飯 我吃不完啊 吃不完啊 吃不完啊 只有吃就吃不完 穿的都是很好的啊 我穿的 你們看我穿的這一件 是印尼的地址送的啊 因為比較涼快 在台灣不能穿那個很那個 很那個 很多彩的 穿這個 穿這個就剛好 穿也都有啊 農袍 大家一直拼命送啊 送過啊 衣服衣袍一大堆 帽子一大堆啊 髮帽一大堆啊 金銀珠寶有沒有 有啊 我這個是 我這個鑽戒是 香港啊 年輕上司送的 最近人家送的一個 就是 Viliba是送的 我沒有跟他要啊 我自己 自己找人家去打造 打造 這個鑽石啊 是無瑕之的 1.58克啦 1.58克啦 是第一級的 最高級的 第一 沒有瑕疵的 很貴的 我這個錶啊 勞力是滿天心的啊 勞力是滿天心的 香港的一張是送的 你只要羞恥有成就 你只要 這些東西都來了 你只要花錢進來啊 所以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趕快修這個 公財神法 趕快修煎勞地神法 煎勞地神的來歷很不簡單啊 師家摩尼佛 在佛提樹下 開悟的時候啊 一般的開悟啊 又有人證明啊 向你們 向你們開悟了 射箭有師尊來給你證明 說你已經開悟了 對不對 有師尊給你證明 你已經開悟了 師家摩尼佛開悟 誰來證明 他開悟呢 是煎勞地神 是煎勞地神 從地裡面出現 給佛陀證明 佛陀確實已經開悟了 所以天勞地神還獻上 所有地上一切的供應 獻上所有的供應 這六部塔 怎麼還沒有蓋瀏障事呢 有地沒有 沒有 地都沒有啊 連地都沒有啊 應該 應該應該這個雲雲啊 地很大 這裡 這裡的地 空地應該很多吧 很多空地吧 你們難道 祖先都沒有留下地給你們 他們這邊有洞田的啊 你們都是有地的人啊 有地的人幹一洞田上次應該是很容易的啊 你如果蓋了這個寺院啊 這個功德也是很大 這不是叫功德啦 就福德 福福金庄 不會很大 因為營運的地很多嘛 又便宜啊 又便宜啊 怎麼會沒有地呢 我看你 你的祖先就有地啊 我看你啊 你祖先以前是種田的 就有地啊 是好幾個兄弟 因為生的太多了 喔是好幾個兄弟 因為生的太多了 因為我看你的你的臉啊 是跟土有關的臉 是跟土有關的臉 一定有地的 祖先一定會留下地給你 還有幾個有地的我看一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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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地的嘛 那今天在 這幫我找你 有兩假扮 但是還沒有到你手上 會不會到你手上 我爸的啊 我爸爸的啊 我爸的啊 喔 你爸爸的啊 在你名下 你可以分到 那將來就有地 還有建商在這裡嗎 建築商 建築包裝 建商 做建築的 有做建築的嗎 現在大家都不敢站著 已經有地了 早晚都有地的 早晚就被蓋起來了 讓大家好好修法 煎熬地神 修光空開真話 好好修法 謝謝大家 歐盤 謝謝大家 歐盤 歐盤